刘邦画了一张大饼 骗了60万老兵 史记《回言侯列传》就记载 韩信说过这样一段话 韩信说呀 项羽不愿意给人封爵位 而刘邦反其道而行之 把天下的诚意都分封给功臣 所以他能平定天下 刘邦封侯就和卖白菜一样 汉初封侯就封了143人 但是这个封侯啊 他不是你封一下就完事的 封侯得有10亿 你封一个侯就要吃2400户百姓的赋税啊 这143个猎猴就要吃333600户百姓的赋税 汉初全国也只有300多万户 这143个猎猴就要吃掉全国十分之一的赋税啊 刘邦又封了113个关内侯 这些关内侯又要吃掉20多万户百姓的赋税 真要是都兑现的话 那天下20%的赋税就没有了 可是刘邦画的大饼远不止如此 汉书中记载刘邦就下诏 汉军全军60万人封爵位 一个都不能少 都是大夫 每个大夫受田无请 这60万大夫啊 就要分出三亿亩土地 而且刘邦还给着60万老兵的爵位啊 一生再生 到旅后主政的时代 60万老兵已经都被生成了五大夫 需要受田16亿亩啊 可是直到汉平地的时候 大汉全国开墾的耕地啊 也只有八亿亩 就是把全国的农田都给老兵 这还差人家一半 其实刘邦为了建立汉王朝 他画的是一张虚构的大饼 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兑现 这一块大饼啊 就像吊在驴脑袋前面的胡萝卜 让60万老兵抛头颅洒热血 为刘邦家族开疆拓土 平灭诸侯啊 史记陈丞相世家里 就记载陈平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平说呀 为了得到爵位 那些淤丸的人 迟钝的人 贪婪的人 无耻的人 都跑来跟随刘邦啊 但所有的这些风诀呀 赏赐啊 在刘邦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 无法兑现的 我就拖着不对线 已经兑现的 我也随时可以收回 我把土地和人口封给了你 你有了实力啊 就变得难以约束 所以刘邦要做的 就是尽量缩短所有权的时间 我给你的东西 在彻底变成你的之前 我要快速收回 只有这样我才最安全的 韩信的悲剧 就是最直接的例子